艺术天空 我们其实更多就在剧场里面演出 在户外也有 但是就不太多 有机会来到上海这里 演出就跟观众更加近距离的交流 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听说这一代 之前是有很多我们广东人居住的 所以说来选这个地方 来引容乐剧的话 我觉得是吻合的 我们广东的乐剧 很少来到上海 来面向上海的观众 在挑选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首先要想着 怎么样要吸引人 因为毕竟是地方戏 所以我们在挑选剧目的时候 就写一些动作性节目为主 在这个演出的过程中 我还会带领观众们有一些互动 比如说让大家来尝试一下 或者是学习一下 我们的靶子 还有我们的水袖是怎么穿的 令观众能更加沉浸式的 来加入我们这场的演出 除了看还有玩 今年艺术天空还联动上海 国际魔术节和上海国际木偶节 两大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 节中节 与位于普陀区的 上海少年儿童博书馆新馆 共同推出了 亲子周末魔幻剧场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 用精湛的表演 赢得了现场小观众的震震掌声 这是一个完美的混合 这是一个完美的混合 between China和魔术 这是很棒 我可以感受到的 passion for魔术 我旅游过来的世界 但是在中国尤其是 passion 你可以看到 人们喜欢 什么人是看的 这些是正确的 因为在这些节目 你能找到 很多不同的 style的魔术 我们玩了魔术 我们玩了 跟人们 我们享受 因为 一个很专业的 从传统剧场 走向城市演艺新空间 备受市民喜爱的 《艺术天空文化惠民》系列演出 已在全市16个区全面展开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艺术天空》将为市民 带来超过百场高品质的现场演出 预计线上线下 会及观众将超过百万人次 《艺术天空文化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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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天空文化惠民》